夜晚的时刻有点孤单 不怕有天使陪你属星星 这样的夜晚真的有天使陪伴吗 当然因为天使正在为你值夜班呢 太好了 这样的夜晚我们称它 天使夜未眠 天使夜未眠陪你到入眠 我是天天 很高兴在空中和你相会 今天的年轻不留白 再次为你邀请到的是 音乐创作才子陈永玲 来到节目中分享她的生命故事 喜欢音乐创作的她 还有一个蛮特别的梦想 希望自己成为农业宣教士 怎么一回事呢 来听听她的分享吧 在国中的时候 我也决定要把我的一生 来去为上帝去传扬她的爱 因为其实在我到教会了之后 我发现我的生活真的得到了很多很多的改变 发现这世界是真的存在那份爱的 可是爱的源头是上帝 所以我决定我要用我的一生来去传扬上帝的爱 所以我在我学校也很努力地读书 然后也去关心我身边的人 然后一直到我在高中的时候 就我开始去和我的牧师谈话 有那种感动是知道 现在在这个世界上 还有太多太多的人 需要我们去把上帝的爱给他们 我们也要去考虑说 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式 那所以那时候我有一个想法 有一个感动是 现在人口是不是越来越多 土地越来越少 那势必未来会有粮食危机的这个问题存在 我们是不是以后可以用农业宣教的这个方式 来去帮助更多的人 除了给他们信仰之外 也给他们实质上面的生活的帮助 教他们怎么样去能够自给自足 但是我们最渴望给他们的是上帝的爱 有些宣教士比如说他们可能去到新疆 然后教导他们农业的技术 帮助他们可以在身体上面养活 这个度负这方面可以吃饱 还有心灵的满足 所以农业宣教大概是这个样子 是的 没错 那你自己有设定哪个目标吗 比如说我想去到哪一个地方 做这个农业宣教士吗 可能就是在新疆那边这样子 不过我想目标出现了 可实践的过程可能不是这么的一帆风筝 其实这个当中 其实蛮多戏剧化的困难出现 是很戏剧化的过程 当我知道我要未来要去做什么的时候 刚好那个时候也有一个美国的博士 他是台湾人 但是他在美国那边服务 他就回来找我们 他说他需要找一个接班人 他希望有人可以跟着他去学农业怎么做 然后也是一样去透过农业 给予需要帮助的人给他们信仰 那时候他在我们教会找遍了 就是没有人做这个 然后我们辅导只是跟他提一下说 我们有一个弟兄 他其实现在在读高中 他预备要毕业了 然后他也很有心想要做这个部分 他也在预备自己 他就二话不说了直接就找我了 对 所以那时候其实除了我自己的感动 然后还有目者他们的一些陪伴 还有那个博士职业来找的这几个 刚好都发生了 所以我觉得这是上帝要给我的一个路 然后我要去做的 我就说好 那我是不是要先去把我的兵役给服完 因为这样才不用到时候 我如果去美国学完了 结果我还要回来 那那样的东西可能会中断 那我就说那我就先去当兵了 他们说好 结果我去当兵的时候啊 我抽到的签是在外岛 而且还是在马祖的一个叫做东营岛的地方 对 它是台湾的国之北疆 真的因为它是台湾最北边的一个小岛 那你抽到的时候心里面的感觉是 我其实要抽签之前呢 我就在想说 哇天啊上帝啊 我怎么觉得我好像会去很远的地方啊 那种感觉就像是 上帝知道你以后要当玄角士 所以要让你先经历一下 先经过一些磨练 你才会知道说 哦原来离乡背景是这种感觉 你确定你要去吗 好所以我真的就抽到了外岛签 而且是离台湾搭船要八个小时到十二个小时 那么远的地方 而且那时候是三个月才能回家一次 三个月 你都不知道在岛上怎么过的 而且我们不是去那边钓鱼 我一到的部队是那种 直接叫你把东西放着 然后你要直接进去换个衣服就出来 通常都会给你一个下午的时间让你准备 但我们那个连队不是 换完衣服之后 集合场集合 然后开始跑步 从我们连上东营岛 它隔壁有一个小岛叫西营 然后你要直接从东营跑到西营的山上 然后再跑回来 东营的山上 然后再回到连上 所以我们直接跑了两座山 然后跑完山了之后 还直接像那个蜈蚣走路一样 你要蹲下来抓着前面那个人的脚 刚跑完步的脚 湿湿的那种脚 然后就这样子蹲着走进去 脚应该很陡吧 超级陡的 因为才跑完山而已 所以整个超级超的 所以我在的连队是东营最精实的连队 也是最强的连队 所以我在外岛的时候 其实基本上 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磨练 而且那时候我是连队最小的 那时候十八岁就去当兵了 我要寻求你地面 选择伤好的福气 不及待价 坚持到底 穿越困难和试探 勇于面对挑战 谁都不能阻挡 我对你的爱 耶稣我只心 要跟随你 耶稣我只心 放下自己 说不能的我 已死在昨天过去 耶稣你相依 与我同心 我不再只怕 摇曳不定 你会拯救我 自在世界 我怎能忘记 这一首歌 是我带你的回忆 心中梦想 成为农业宣教师的陈永林 在高中毕业之后 就直接去服兵役 未料呢 进入军中 却像跳入了火坑 让他彻彻底底地 经历到了一场洗礼 那么洗礼之后 他的生命会蜕变成什么样呢 希望你下次继续收听 天使夜未眠 我们下回空中再见 拜拜 耶稣你生命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